众所周知 奥特曼一般都是和人间体一起在地球并肩作战 当然也有人间体就是奥特曼的情况 而在拥有与人类的羁绊后 会使奥特曼激发出更强大的力量 不过也有一些奥特曼的本体会更强 你知道有哪些奥特曼吗 第一位银河 无论你有多强 银河都在你之上 银河起初的设定是来自未来的纠集奥 官方战力更是全数据不能计算 实力与地位那是可想而知 打败黑暗扎机之后连红灯都不带闪 虽然这个扎机备受争议 但就算是缩水后的扎机也不是一般的奥特曼能击败 再来说说黑暗路基艾尔 他可是将所有奥特曼和怪兽变成人偶 差点毁灭光之国的存在 他的实力之强 当时没有任何一位奥特曼可以与之抗衡 李唐光变身而成的银河也是被他强势碾压 不过最后银河觉醒完全巨大化 凭借自身的意识与其战斗 最终消灭了黑暗路基艾尔 在银河番外片中 本体的银河再现 成功就场战败的迪迦与初代 轻松打败了两奥和力都打不过的马格马兴人和戒盾 由此可见 本体的银河属实很强 第二位迪迦 迪迦是超古代时期领袖级别的人物 可往往因为在PV中的表现不尽人意 导致他的实力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迪迦真的有这么弱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要知道的是那可不是迪迦的本体 本体的迪迦究竟有多强 相传在5000年前 黑暗魔神肆虐人间 危急时刻 本体迪迦从天而降 迪迦凭借着强大的体数轻松玩虐黑暗魔神 最后甚至连光线都没有使 只是一记飞踢就将其踢爆 这就是迪迦本体的战斗力 可以说大谷完全没有发挥出迪迦的真正实力 第三位高斯 来自宇宙的奇迹光之巨人 是一位主张和平化解矛盾的奥特战士 同搭档杰斯提斯代表了该宇宙的两大力量 在剧场版中 本体高斯以月神形态追击巴尔坦星人 巴尔坦星人使用各种招式攻击高斯 都被其轻松化解 后来在地球上再次交手时 高斯曾尝试和巴尔坦星人进行友好交流 但事与愿违 变成日缅形态的高斯 让大火见识到了高斯真正的好提琴 全程碾压 灯都没闪一下 本体高斯就是好耗 但是高斯与五脏一心同体后 从后期的表现来看 战斗力看起来真的下降了一个档次 大家还知道哪些本体拥有着超强实力的奥特曼 欢迎一起讨论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玩播支持